那我們今天就穩穩 穩穩 穩了穩了 輕輕鬆鬆 我可以請那個阿樂他們吃個飯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根 我是阿根 我們這個整齊的組合今天在這邊幹嘛呢 今天不是要來這邊打英雄聯盟 也不是要來玩射擊遊戲 我們今天呢收穫到這個 台灣運彩的特別任務 我們要用我們的專業的角度呢 來這邊進行 最專業的賽事的分析跟那個投注 對 因為這次任務非常期待 我就去研究一下 限定的賽事有分兩種 一種是英雄聯盟 然後一種也是投的兩種 剛好這兩種都是我特別熟悉的 對今天沒什麼問題 然後呢我們這次呢 除了實體的投注之外 我們還有分線上的活動 除了賽事投注之外呢 觀眾們也可以參與我們這兩隊的預測 那預測成功也可以獲得好禮喔 沒錯 說我們另外一隊是靠運氣 對因為我覺得這種投注呢 是需要大量的專業分析 然後數據的輔助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的運氣 所以另外一隊我覺得是 滿可惜的 但是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投注成功的獎金 可以分他們一點點 對請他吃飯 對 那我們話不多說我們就立刻進去吧 哇塞我們今天來到一間新的投注站 完全新的香香的 味道聞起來就是一家新的電腦 然後我剛剛看到旁邊有一整排電腦 還是我先去打個英雄呢 不行啦 我們今天來投注 我們今天來投注了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今天呢 剛好利用這個旁邊的電腦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今天想要投注的隊伍 他最近的戰術跟他整體的狀態怎麼樣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跟你講最近T1就是因為他換了教練 然後他又換了打野 你看他們那個整體的配合 我覺得比之前強太多了 真的 他這個打野啊 跟飛克的連動其實是非常流暢的 就是感覺就是氣勢都有出來 我跟你講我平常在關注這種電競賽事的時候 我會比較關注於 比如說他們的選手的狀態 或者是他們的賽後的一些氣氛啊 討論啊這種 所以我們今天剛好投注的這場比賽是 Gengi對T1 我覺得這兩隊是非常好去分析的 他們最近五場比賽中勝了四場 但是呢Gengi他們最近三場比賽中輸了兩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的數據的分析上面來講 T1的勝率是我自己是比較看好的 他裡面其實有一些 比如說巴龍或者是手殺或者是小龍 但是我是不會投注在手殺上面的 因為我覺得手殺比較便宜個人的選手的操作 然後強隊呢就算手殺掉了 他們也可以用後期的節奏去把最後的勝利拿起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會比較想投注在T1的不讓分 我覺得下個200吧 我是覺得T1這場應該是勝率是很高啦 對Gengi最近狀態那麼低迷的情況下面 所以我覺得我會下個不讓分 那我要不要來個串關 因為串關人的賠率也是... 喔要串的是不是 因為我們串竟要求穩一點 所以皇族呢畢竟他也是在梅塞冠軍 給他一點尊重 對他最近勝率很高 所以我覺得皇族這邊我會想下個... 你覺得下多少 200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們再來下一些比較... 特殊玩法 對 因為我們今天分析的是T1戰隊 所以我們就是專注在這一場 我是覺得啦 T1最近狀態很好 但是Gengi畢竟他是一個... 現在也是10勝4敗 也是他們目前排行第二名 所以我是覺得 我會想下正確比數 1比2 賠率有3.1倍 我是覺得Gengi應該可以拿至少拿1分啦 但是T1最後還是會獲勝 所以這邊... 這個... 1比2 那一樣下200好了 我們每個都下200比較好 分散投資 對分散投資 那我覺得巴龍小龍吧 或者是巴龍手塔都可以 因為畢竟英雄聯盟比賽 搶到巴龍的隊伍勝率超級高 然後搶到手塔的隊伍 代表他們那一場前期是很優勢的 這兩個都是一個獲勝的指標性的象徵 那就是手塔跟巴龍 全部壓T1嘛 還是你想要分散一點 覺得Gengi會拿到手塔 但是他最後會輸比賽 我覺得Gengi會手塔 Gengi會手塔是不是 然後可能T1巴龍 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啊 這代表Gengi有可能他選一個前期優勢的組合 但是T1打一個後期的發揮 也是蠻有可能的 可以啊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今天算... 在玩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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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說我們今天的另一個組合 對 他們也蠻有信心的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走一個專業數據分析流 不論是分析隊伍的戰績也好 選手的狀態也好 我覺得我們不可能輸 我總結一下我們今天的下法呢 就是因為T1呢他最近五場呢他拿到四次勝利 然後他的對手全局呢三場敗了兩次 然後最近換教練換打野的情況下面 而且我有去偷聽他們的比賽中間的語音 對 我在網路上都有放一些偷聽的語音 我偷聽到他們的氣氛是很好的 很活躍的 對 再加上呢 我們今天的那個對手 其實就是那個來玩的 他們都亂投注 對啊 我剛剛... 還敢套賽 他們就覺得他們一定贏 但是我們經過的數據分析 再加上專業的回放的一些過程 然後... 對 我們不知道怎麼說 其實你不知道吧 我以前帶過英雄聯盟的隊伍 HeadsGamer 雖然說戰績不是怎麼樣 但是呢 我們的選手 我們那時候帶的選手 現在在就是中國那邊的比賽 是拿到冠軍喔 他是去帶中國的隊伍拿到冠軍 所以這個以綜合的角度來講 今天... 我們這邊輕輕鬆鬆 我可以請那個阿樂他們吃個飯啦 那很多人好奇 我們為什麼拿著手機就可以投注了 對 其實你如果有線上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線上付款 他其實很方便 後面都有一些他這個申請的方式 那要嘛就是你直接拿著網頁的QR Code 給老闆掃 最懶人的方式就是你直接紙本 跟老闆說我要下T1比賽 整體來說現在目前投注這個運材 是非常簡單 而且越來越方便 對 越來越方便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的投注 是一定贏的 一定贏了 我們現在就拿這個QR Code 那要去給老闆掃啦 好 老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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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過分 平常有特別關注的電競算是嗎 除了隊伍選手資訊外 可以怎麼判斷投注的玩法呢 我自己會比較著重放在選手的心態 然後跟隊伍成員上面最近的調動跟狀況 對 來進行分析這樣 那我自己的話我覺得如果要這個下手點的話 可以去蒐集說可能他們歷年成績跟數據 不管你是看線上還是線下的比賽 你就可以看他們可能隊友跟隊友之間的一些相處的氛圍 這樣也是蠻好可以去評斷說該怎麼去投注這樣 沒錯 那像一般大眾如果你不熟悉這些隊伍的話 你就是從一些大比賽上面的數據跟成績上面去分析 是否曾經買過運材 買過的是什麼品項 若有投注過運動賽事 你認為跟電競賽事有什麼差異 買過運材上次是四組的時候 結果我就不說 對 不好說 剛剛才聊 對 我覺得跟運動上面最大的差異就是 遊戲有版本的更新的問題 它有不同的新英雄技能道具組合會出來 所以你在投注上面的分析會更豐富更精彩 然後你可以去分析不同的角色 Meta就是符不符合你想要投注的這支隊伍 他們的性調就是打法上面的風格 比較細節 對 比較細節 然後我是覺得跟運動比起來玩法更多 對 像我這集是有看NBA 然後也有版國運材 然後也是比較籃球類的 然後我覺得這兩者的差異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有個特別的項目投注 然後像手巴龍啊 小龍等等 跟球類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玩法更多元化 平常沒有關注LORD賽事跟VSGO的人 建議他們如何入門 並更了解電競賽事的投注呢 對 如果你是一開始接觸的新手來講 你可以去研究一些 譬如說像英雄聯盟他們目前戰績最好的幾隊 去做特別的關注 因為戰績好的幾隊代表他們實力比較穩定 那至少勝率是比較好 雖然說賠率比較沒那麼好 但是比較保守 就是比較保守 就是打安全牌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一開始就是要入手的話 我覺得可以了解一下這個遊戲大概是 怎麼樣運行啊 然後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那你也可以看一下 可能大家小小的Size 那去評斷說 那要怎麼去投注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還蠻值得參考的 OK 我們終於投注完了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走出來下雨 遇水則發 而且跟你講我小孩剛出生 結婚前生子後 這個中獎機率特別高 再加上阿樂那一組 其實他們都亂投一投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穩 而且今天我們投出的結果 會公佈在台灣運彩的粉絲團上面 請鎖定後續的相關消息 觀眾朋友們 你們也可以一起參與活動 就是我們的電競投注達人的活動 你可以投我們 或者你想輸就投阿樂他們 也是可以 沒錯 可以電通嘛 對 然後之後呢 我們還有CSGO的相關預測活動 都會在粉絲團上面公佈 然後你這個現金投注達人的活動 你算成功 才會有70券300塊 太好了啦 沒錯 那除了買運彩來看比賽 就是你喜歡的選手之外呢 運彩每投注100元 就會有10元 一直到國家運動發展 哇 那我們來為我們國內的運動 自己分心吧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掰掰